我之前改装的涡轮喷漆零油车 有最近3000多万人看了 评论区最多的是 再让我改装一个涡轮喷漆自行车 作为重讽的up主 我肯定给你们安排上 首先 找朋友借一辆自行车 再随便画一个发动机固定支架 机关切割好 全部粘接起来 自行车就非常好安装发动机 直接固定在后座就行 支架我还预留了两台发动机的安装位 另外一台发动机还是全新的 我次巨值8000多块钱买的 这里求一个一键三连不过分吧 我们这一次的话 还是先试试单台的效果 测试稳定的话 后面再来上两台 油泵固定扇 ECU固定扇 油门控制的话 还是跟牛牛车一样的 数据监视器固定扇 好了改装完成 全部的设备都安装上去了 没什么问题 我接个电试一下 先接上控制电 启动电 可以可以可以 现在是停止状态 油门最小 然后给油 又显示 准备启动 油门最大 点火 好 供油了 停停停停 冷却 没有问题 它现在这个在冷却 好了走了走了 我们去测试 走走走 现在先试一下 就是我自己用脚蹬 看脊柱在多少 从左边往右边来 好了来了 灯不动了 但是我感觉50码都没到 差远了 看一下来 36 我们第一次跑都比 比这个更快 最大速度算是6.4 好吧 去加油 把油架散 自驾发动机 这就是油 看得到 蓝蓝的 蓝蓝绿绿的这种 好了好了可以 来 护具先搞散 我这边换了新的护具 头盔 好了 准备启动 油门最小 点火 来了 油泵供 供油了 温度 140 200 300 直线发生 转速18000 20000 才要达到50000的转度 才是稳定的 50000 运行可以 走 转哪边 我去那头吧 走 我先骑过去 好 走 准备 转步 快 转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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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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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